服務展示中心店門口停滿車 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法院判定業者推銷契約商品 有將近兩萬名菜籃族受害 知名生命禮儀公司 五戶集團的旗下子公司 隆海生活事業 傳出涉嫌推銷契約商品 非法吸金 約新台幣兩百一十二億元 大概就有將近兩萬名的 菜籃族受害 但旗下卻還有人相信 公司沒有騙錢 檢調調查 女總裁陳秋白吸金犯罪屬實 遭判十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其他十二名幹部也遭判一年十個月 至八年六個月不等 隆海公司將被罰款新台幣兩億元 另外犯罪所得五億多元 也因發還被害人或是用於賠償 可再上訴 推銷契約商品 卻非法吸金 約兩百一十二億新台幣 近兩萬名菜籃族受害 信任被破壞 如今相關人員也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記得宋佩成 神山山高雄採訪報導